这个男人正吃着饭 手上竟然吐出蜘蛛网 仔细一看 手上竟然长满到此 平滑的墙面他可以轻松爬上去 跨越几百米大楼也能轻松跳舞 前几天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人间人烦的废材 坐公交车都没人愿意跟他坐一会儿 经常受到别人的挑衅 身腿将他绊倒都是家常便饭 所有学生来到一个生物基地 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蜘蛛 老实介绍 科学家利用合成方式 做出了15只这样的蜘蛛 女主数了一下说只有14只 但是并没有人在意 以为被那个专家拿走做实验了 但其实他已经逃跑了 比特从小就暗恋小伙 看着阿美后就想着各种方法和他搭讪 说什么你跟蜘蛛合个羽巴 这样特别有意境 其实谁都知道他拍人家照片的目的 女主并没有拒绝 然后就一张一张的使劲拍 这时那只逃跑的蜘蛛出现了 顺着网丝爬到了他的手上 但是他现在眼睛里只有阿美 根本没注意手上的蜘蛛 结果 除了有点疼他没有当一回事 然后就被人叫走了 阿特回到家后直接晕倒了 表情非常痛苦 被蜘蛛咬的伤口 看着像是被感染了 体内的DNA组织也开始发生变异 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习惯性把眼睛戴上 却看不清楚东西 摘掉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 600多度的近视竟然好了 当他把目光投向镜子 发现自己的身材也发生了巨大变弹 由原来的小鲜肉变成了鸡肉男 看着身材自己都爱上自己了 他像往常一样又被公交车给拉下了 他努力追着公交车 边跑边喊还敲打着车身 只是车体上的广告被莫名其妙粘在手上 但他并没有在意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小美端着食物从他身边路过 他不小心踩到地面上一探柳子 然后跑步 小美第一个眼神刺激着他的全身神经 这时手上又莫名其妙地沾上了一叉子 另一只手想把它拿开 结果竟然拉丝 手腕突然又射出一缕蜘蛛 然后吸附在前面桌子上的餐盘上 往后一拉砸在笑爸身上 发现自己惹祸 赶紧留支大吉巴 然后拉着拖盘就往外 笑爸回头一看 你这耸包是吃了雄心豹子的吗 他赶紧追了出去 从后面直接给阿特来了一拳 此时阿特对周边事物感环变得异常迷 所有的东西在他眼里漫的像是静止了一样 笑爸这一拳当然也打不到他 他轻轻松松地避开了叫爸的所有攻击 然后一个空中旋转了720度落地 笑爸接着又是一拳 这一拳得有十百米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原来他是学校公认耸包 现在必须得对他刮目相抗 其实他自己也把自己吓一跳 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算是在女神面前露脸吧 他赶紧跑进了一个巷口 看着手上的伤口 他也基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 一定跟蜘蛛有关 这时他又发现手上长满了到此 是不是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爬墙了 果然不出所料 他就像一蜘蛛一样慢慢地往上爬 最后直接纵身一跃 他对着白米以外的吊车想要射出蜘蛛网 应该是手势不对吧 果然是手势不对了 蜘蛛网成功地粘在吊车上 想要当过这三百多米的距离 确实需要一点养性 最后眼睛一闭一睁过去 不过撞在墙上 回到家后 他听到自己的女神在跟父亲吵架 猜到吵完架女神肯定会出来透气 就故意出去扔垃圾邂逅一下 两个人一块谈了谈理想 但是阿特多么想谈下人生了 这是小美的男朋友来的 送了他一辆跑车 回家后他觉得自己也得买辆车 在报纸上看了一辆近四万美元的跑车 他并不太喜欢 最后看中了一辆三千美元的 不是想低调只是实力不允许 他觉得是时候给自己弄身装备 然后他开始设计自己的服装 话来话去最后终于确定后发 那么接下来有请全副武装的蜘蛛侠闪亮登场 他要来挑战巨无霸 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台上坚持三分钟 不被巨无霸打了 就可以得到三千元美元奖金 这样他就可以有钱满车了 一百二十斤的体重挑战四百八十斤的巨无霸 在别人眼中这无疑是以冷击时 当他进入擂台的时候 上方的铁龙缓缓下降 裁判还要求保安将铁龙捉住 真是生怕打不死他 他凭借灵活生法统一攻击 这是有人递上来一把椅 他还是被拍下来了 然后被巨无霸狠狠揍了 果然是看热闹不怕是大 又有人递上来一根手臂粗的钢筋 让他往死里走 这时阿特终于反击了 三拳两脚直接把巨无霸放回 观众爆出了一阵欢呼 真是出乎所有人欲让 当他来到财务办公室领钱的时候 老板仅仅给了一百美元 他质问老板广告上明明说的三千 老板的理由是打三分钟是三千的东西 你只打了两分钟 有一百美元就算你走运了 阿特说但是我很缺钱 老板说管我鸟事 无奈他只能拿着一百块钱走了 刚出门一个劫匪闯进了办公室 把老板的钱全部洗劫一口 然后赶紧往外跑 当他跑到阿特身边的时候 阿特并没有阻拦 老板气呼呼地对阿特说 你明明有能力阻止他 什么放过他 阿特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说道 管我鸟事 当他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前面有一群人在围观什么 好奇心也让他钻入人群 看到有人受重伤躺在地上 竟然是自己的叔叔 那可是把自己养大的亲人了 从小叔叔婶婶对自己特别疼爱 事如己出 他抓住叔叔的守叔叔也看到了他 带着慈祥的微笑离开了为时 阿特现在急伤心又愤怒 听到旁边FBI说 是一个劫匪抢了叔叔的车 然后对他开了一枪 劫匪现在跑到一个废工厂 阿特跑出人群 换上了蜘蛛侠衣服 然后飞檐走壁赶往废工厂 这是他第一次飞越跨行好几百米的距离 慢慢的他越来越熟练 很快就来到工厂找到劫匪 他掐住劫匪脖子 眼中全是愤怒 这时他才看清楚 这个人竟然是在走廊被放走的那个劫匪 他现在非常自负 如果当初自己跟老板没有赌气 他也不会任凭劫匪在自己眼皮底下套话 这样叔叔也不会被他打死 阿特一怒之下将劫匪推出窗外 然后把他摔成河 当FBI赶到的时候 他早就离开了 阿特很快毕业了 也慢慢的从悲伤中走出 他患上了高级装备 真正的开始行侠障碍 城市中只要有胆作案 便会有蜘蛛侠将他绳之以防 他的出现引起了个大媒体报答 群众对他有的喜欢有的反复 就连街头艺人嘴里唱的都是蜘蛛侠 虽然他已经上了个大媒体认送 但是没有人能够他一张清晰的照片 别人拍不到 但他自己可以 所有在下一次的行侠障碍后 他便开始晚起了自拍 拿着照片来到报社运营摄影室 这个抠门的老板只给他300块钱 今天这里有一个大项目 阿特来到这里看能不能拍到一些照片 当他把镜头对准了男女时 心里变得酸酸的 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竟然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和上 这时远处的天空被一道黑烟滑破场 有一只不明物体飞过来 这大反派终于出现了 他来到这里啥也不说 直接就是搞起了破坏 这个球扔进窗子里 整栋楼发生了爆炸 小美站在阳台出现了坍塌 他都快掉下去了 一个小孩在地上被这一幕下来 广告牌也被轰到 即将要砸到小男孩身上 阿特飞快地将小男孩救下 这时他与大反派开始激烈战斗 这家伙脚踩滑翔翼 身着金刚甲 身法灵活力大无穷 打斗中蜘蛛侠不占上风 最后他直接来了一个黑胡掏心 将滑翔翼的核心装置给抛了 这才勉强战胜了这场战争 此时小美也坚持不住从阳台上掉了下 阿特同顶楼纵身一跃 以完美跳水姿势 在小美即将落地之时将他抱住 这蜘蛛网弹性还是不错的 他再一次赢得了群众的欢呼 后来绿魔鬼找到了报社老板 他想要知道是谁拍的蜘蛛侠照片 比特这时正在旁边 赶紧变身蜘蛛侠救了老板 只是没想到绿魔鬼玩意 他竟然放了 然后他把蜘蛛侠带到了一个天台上 他告诉蜘蛛侠 无论你怎么做超级英雄 最后群众只想看到你陨落的下场 主要是想拉蜘蛛侠入火 随后报社登出了与绿魔鬼狼狈为奸的消息 镜头一转一个大楼找火 蜘蛛侠进入楼内救人 烟雾中发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结果 我就纳闷了 这个绿魔鬼怎么就这么喜欢偷袭 打斗中蜘蛛侠的手臂被割伤 最后蜘蛛侠还是把他打跑 原来这个绿魔鬼竟然是阿特最好哥们吧 当初他亲自做了一个人体实验 结果博士在用药室出现错误 导致他出现了双重人 一面还是那个好父亲好叔叔 另一面变成了心狠手辣的绿魔鬼 由于董事会上被罢免董事长的职位 所以才出现了袭击董事会人员的情况 刚开始他并不知道自己就是绿魔鬼 后来自己的另一重人格通过镜子告诉了他一起 现在的他也被自己推划了 两家人的关系很好 今天他们父子带着阿美来到比特家里聚餐 吃饭时 婶神发现比特胳膊受伤 关键地打开衣袖看了一下 绿魔鬼好像想到了什么 就问比特是怎么弄的 他说是骑自行车撞的 绿魔鬼有一种不好的绿魔鬼 便慌慌张张张地走了 后来婶神知道比特一直暗昧着小美 他告诉比特 爱就要大声说出 最后阿特终于鼓起勇气 想要对小美表白 然后出去给他打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是绿魔鬼 一场英雄救美帝战争即将展开 绿魔鬼将阿美放在几百米的吊台之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 还把我吓了一跳 绿魔鬼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城市 阿特赶到的时候 他一手抓着阿美的命 一手抓着一缆车几十个孩子的命 他想要看一下超级英雄会选择一己私 还是会选择救下更多的人 然后两手同时放开 刚开始蜘蛛侠也陷入了两难之境 然后他抱着女友又迅速抓住了蓝绳 但是绿魔鬼却在一旁偷袭 正当他要准备把蓝绳剪断的时候 一群人开始对着他扔臭鸡蛋 还好阻止 这个是给你的我们应该狠狠揍 别惹蜘蛛侠你在对付救小孩的人 这是一辆货轮赶过来 蜘蛛侠趁机将缆车放在货轮上 所有人都得救了 两个人开始殊死活动 这家伙是最喜欢搞拖鞋的 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把自己拖鞋上 影片最后比课并没有告诉小美真实宣传 上一秒他还像蜘蛛侠一样 在高楼大厦上空自由穿梭 可下一秒 手上的蛛丝却吐不出来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彼得尝试攀爬墙壁 可体内的蜘蛛基因似乎在慢慢消失 他再次摔了下来 不光眼睛变回了800度近视 甚至还产生了一丝恐高心理 在与绿魔一战之后 彼得一边忙着打击犯罪 一边忙着送外卖维持生活 可常常因为行侠仗义耽误了送餐时间 结果送了一个月的外卖 不仅没拿到一分钱 还被披萨店老板给开除了 生活窘迫的他 每天都过着被房东催租的日子 彼得来到到舍 想找老板预知薪水缓解困境 彼得一时陷入了迷茫 女神玛丽现在是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 好友哈利也继承了父亲的公司 而自己作为一名超级英雄 居然混到房租都交不起 自己的学业更是一落千丈 收拾好复杂的心情 彼得准备去参加玛丽的话剧演出 可半路上却遇到结婚 彼得再次化身蜘蛛侠 射出蛛丝脚掉枪支 三两下就解决了战斗 可当他来到话剧院时 演出已经开始 彼得被挡在门外无法进入 他守在街角想要和玛丽解释 却看到玛丽与新男友亲密的一位 或许作为超级英雄注定是孤独 快在评论区打出58587 看看自己是什么超级英雄吧 彼得换上蜘蛛战衣 再次跟随警车打击犯罪 但是受到感情的干扰 彼得的超能力出现问题 重重地从高空摔了下来 手腕的蛛丝再也发射不出 于是就发生了尴尬的萤幕 谁也想不到 大名鼎鼎的蜘蛛侠居然会坐电梯 为了完成学业报告 在哈利的引荐下 彼得认识了奥托博士 他正在研究一项和融合技术 一旦成功 人类将会获得一种永续性新能源 看到彼得对这个项目的兴趣 奥托博士还邀请他参加第二天的发布会 为了处理和融合的高温和磁力 奥托博士研制了四条机械手臂 站上高台 铁腰带自动砸起 一条龙脊自动贴合后背 上面的钢针瞬间刺入神经 这玩意儿看着兜头 随着博士的意识控制 四条机械手臂仿佛拥有了生命 为了防止被他反控制 博士还在上面加装了一只芯品 取出哈利赞助的穿元素 把它放在和融合反应设备中间 随着八条激光的照射 小小的穿元素竟释放出巨大能量 可就在这时 实验出现了问题 穿元素吸走了所有金属物品 防护罩破裂 巨大的能量瞬间涌出 所有人都吓得落荒而逃 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博士拒绝关掉电源 蜘蛛侠及时出现 救下差点被砸死的哈利 他想拔掉电源 却被机械手臂打飞出去 巨大的吸力让门窗玻璃破碎 博士的妻子当场领了合法 而一只芯片也在此事破碎 好在蜘蛛侠及时拔掉电源 这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发生 博士被紧急送往医院 由于龙脊连接了后背神经 必须先切断四根触手才能手术 可切割锯刚刚打开 那手臂却突然活了过来 直接把医生甩飞出去 一时间场面极度混乱 医生护士满天飞 所有人都领了合法 机械臂摘掉眼罩唤醒博士 他茫然地走在大街上 一辆汽车驶来 机械臂瞬间将他先飞出去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博士找到一艘废弃的鱼床 妻子被杀 梦想破灭 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怪物 博士准备一死一之 可由于抑制芯片被捕 机械手臂反噬控制了他的心智 随后在机械臂的教授下 博士决定重启实验 计划第一步就是搞钱买设备 他来到银行 四条机械臂粗暴扯掉保险库大工 随手一扔 差点砸到正在办理业务的梅伊和笔 彼得撂下梅伊转身就跑了 就在博士拿钱要溜时 彼得化身蜘蛛侠赶 一袋袋金币被当作武器砸过去 蜘蛛侠几个跳跃灵桥 可他的超能力却再次出现问题 直接被一袋金币砸倒在地上 接着机械臂把蜘蛛侠拖过来 博士准备捏爆他的脑袋 彼得射出蛛丝拉过一张桌子 直接把博士砸到银行外面 眼看警察已经赶来 博士直接抓起一旁的梅伊当人质 爬上大楼准备跑了 蜘蛛侠也在第一时间拦住博士 没想到博士手臂一送 梅伊直接掉了下去 蜘蛛侠及时射出蛛丝 把梅伊拉了上来 梅伊挂在了石像的手臂上 博士则与蜘蛛侠再次扭打在一起 彼得一心想救梅伊 可博士却拖着他不依不容 机械臂把蜘蛛侠甩进对面大腕 再次将梅伊抓了起来 算好蜘蛛侠肯定会来营救 博士准备发起偷袭 没想到关键时刻 被梅伊一棍敲在脑袋上 梅伊再次掉了下去 蜘蛛侠纵身一跃 吐出蛛丝粘柱梅伊 抱着他安全落地 博士也趁机逃离了现场 没过多久 彼得意外看到玛丽订婚的场景 而自己的好友哈利 也因为自己是蜘蛛侠的朋友 还不肯告诉他蜘蛛侠的行踪 甩了彼得一巴掌 可怜的彼得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或许蜘蛛侠才是自己的归属 可超能力也在此时消失 彼得重重地摔在地面 他郁闷极了 医生告诉彼得 这时他的心里出现了问题 或许放下所谓的身份是一件好事 回到家的彼得 想起叔叔说过的话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但就是这些能力与责任 让彼得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 这一刻彼得想通了 他扔掉蜘蛛战衣 重新做回一个普通人 每天按时上课 学业开始突飞猛进 看到警察追逐犯人 他也不会再去插手 彼得也有时间去观看女神的演出 可因为蜘蛛侠的消失 整座城市的犯罪率直线上升 人们都在期待蜘蛛侠的回归 另一边 有了资金的加持 博士已经重新打造了实验设备 现在差的就是穿元素 他来到哈利家 威胁他交出剩余的穿元素 而哈利也借机提出条件 想要穿元素就拿蜘蛛侠来换 而找到彼得就能知道蜘蛛侠的下落 街边发生了火灾 彼得本能地想上去救援 可他现在已经不是蜘蛛侠 看着火势越来越大 彼得还是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 最终成功救出一名小女孩 但消防员却惋惜得可是 还是有人在火灾里丧生 这让彼得再次陷入迷茫 如果自己还是蜘蛛侠 那些人是不是就不会死掉 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天早上 玛丽约彼得吃早餐 就在这时国事突然出现 他抓住彼得让他找到蜘蛛侠 并且抓走玛丽当人质 彼得愤怒而起 这一刻他的超能力再次回头 取走被暴摄老板收藏的蜘蛛战役 消失的蜘蛛侠终于出现 按照约定来到中楼 两人立刻爆发了一场大战 一路从中楼打到火车底 博士扯住蜘蛛侠双手 像面团一样反复摔打 眼看蜘蛛侠荡着蛛丝再次逼近 博士两只触手伸进车厢 随机挑选两名幸运乘客 手臂一挥直接甩了出去 但是都被比得依依旧了 然而丧心病狂的博士并未救出收手 他直接破坏掉列车的刹车 而此时彼得也发现 铁轨的镜头就是断崖 为了拯救火车上的乘客 顾不上自己的身份暴露 他直接跳下轨道 试图用脚来杀停列车 可是强大的推进力 不仅把彼得逼出了双下巴 还差点废掉他的双腿 眼看这招没用 彼得又朝两侧墙壁射出蛛丝 试图以此杀停列车 可是墙面却经受不住如此拉力 自己也差点掉进轨道 没有办法 彼得只能朝两侧射出更多蛛丝 张开双臂紧紧拉住 列车停止了运动 筋疲力尽的彼得却倒了下去 乘客连忙将他扶住 然后接力举起放在了车厢里 看着他那稚嫩的脸庞 人们这才知道 守护在他们身边的一直是个少年 就在这时博士再次出现 乘客纷纷上前想要阻挡 但他们哪里是博士的对手 一击直接把彼得打晕 把他交给了哈利 拿着穿元素转身消失 哈利拿起匕首想要杀掉蜘蛛侠 可是摘下面照却发现 他竟是自己的好基欧比 一时间哈利不知如何是好 得知博士拿到穿元素 彼得来不及向他解释 因为世上还有比私人恩怨更重要的事 彼得来到废弃渔船 此时的博士已经开启了实验 发现彼得正在解救马力 博士瞬间发起攻击 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彼得一个回流身法把博士踹进谁 接着就是一顿拳头伺候 而此时的能量源逐渐增大 眼看玛丽就要被吸进去 彼得一拳打翻博士 关键时刻就下了马 可博士再度爆起 抓起彼得就要来上致命一击 好在彼得反应及时 抓起电缆挡住致命一击 博士被直接电飞 彼得趁机拔掉电源 可是这一次却没用了 穿元素的能量越来越大 整座船只都被吞噬 城市内的金属也被尽数吸走 被电击之后 机械臂失去了作用 博士也恢复了神志 看着摘掉头套的笔 博士终于明白 自己酿出了大火 他决定自己终结这一切 博士拉着穿元素沉入水底 为自己的错误行为 付出了生命 而彼得也在最后一刻 带着玛丽离开了这里 故事的最后 玛丽在结婚的当天 离开了现场 彼得最终接受了她的爱情 而独自一人的哈利 突然看到死去的 绿魔父亲出现 还存有理智的哈利 一道扎碎的精力 却意外发现了一间仓库 里面不仅有绿魔的面具 和各种装备 还有遗留的一只变身药剂 哈利能不能守住理智 会不会重走父亲的老路 各位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当毒液附身在蜘蛛侠体内 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一身乌黑的蜘蛛战衣率到爆炸 供生体带给她的增益 让彼得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 而他本人也如同吃了旺仔牛逼桃 哥特式的发型 风骚到极致的维瑞 彼得帕克摇身变成了恶霸马奎 这是初代蜘蛛侠的最后一名 在经历过绿魔与张鱼博士后 蜘蛛侠被评选为城市英雄 受到纽约市民的广泛爱戴 但是哈利却在时刻惦记他的性命 不光制作了全新的装备 还改善了父亲遗留的药剂 成为了二代小绿魔 而此时的彼得正在和玛丽约会 忘乎所以的两人并未发觉 一颗陨石坠落在不远处 从里面爬出来一只外星生命体 他就是初次来到地球的毒业 就在两人骑车回去时 毒业已经悄悄溜到了车上 此时的彼得正在憧憬美好的未来 却突然被人带到高空 少了蜘蛛战衣的加成 彼得被打得七昏八俗 吐出蛛丝想要反击 却被蒙面人一刀割斗 下落的他来不及稳住身形 就被一拳干进了墙里 来人正是替负报仇的哈利 听不进彼得的解释 哈利直接连人带墙一起心扉 不想与哈利纠缠 彼得挡着蛛丝准备溜走 但是哈利仍旧不依不饶 几颗飞镖炸弹甩出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彼得吐出蛛丝解决几只飞镖 拉起一只飞镖扔向哈利 虽然躲过了爆炸 但是前方的一条蛛丝让他来不及反复 掉落的哈利陷入了婚宁 经过抢救哈利虽然苏醒过来 但是因高空坠落摔坏了脑子 丢掉了短期内的所有机 两人的关系也重新回到了从前 而此时的某座监狱 一名叫马可的犯人月月 走投无路的他 无意翻进了一个粒子实验场地 脚下一滑 掉进了一个沙坑之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头顶的三根光柱就开始旋转起来 此时想要逃离已经来不及了 随着光柱的高速转动 沙子直接穿透马可的身体 他体内的基因瞬间发生了变化 在一阵不甘的嘶吼中 马可的身体化成沙力消失不见 但是没过多久 实验场的沙子开始汇集 一个人形逐渐显现 掉入实验沙坑的马可因祸得死 变成了可随意切换形态的沙子 看着女儿的照片 马可决定利用能力去搞钱 好让病危的女儿得以生还 刚来到街上的马可就被警察发现 可搜了一圈马可竟凭空消失了 一名警察准备搜索装沙的货车 可突然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将它锤飞 利用货车里的沙子 马可化成了一个庞大的沙子巨领 子弹打在身上不通不远 沙包大的拳头一挥 几名警察瞬间飞了出去 逃走的马可直奔运超车而去 来不及反击 沙子直接淹没了运超车 装起现金准备离开 蜘蛛侠却在此事赶到 本以为是普通的小老费 彼得一跃而起 手上的蛛丝对马可没有任何伤害 一番缠斗过后 马可悄然离去 只留下彼得在风中凌乱 第二天 彼得与梅伊被交到警局 警长告诉他们 杀害班淑的凶手另有其人 那人正是与彼得交过手的马可 愤怒的彼得没日没夜听着电台 是要找到杀害班淑的马可 彼得不断想起班淑被杀的场景 毒液也在此时爬上了他的身体 等到彼得惊醒时 毒液已经完成了共生体附身 黑色的蜘蛛战衣 更加丰满的翘臀 这是你没见过的毒液蜘蛛侠 感受着共生体带来的力量 这一刻的彼得感觉浑身充满精力 荡着蛛丝来到银行门口 这里刚刚遭遇了抢劫 看着流往下水道的黄沙 此时的马可正拎着前跑路 蜘蛛侠已经悄无声息来到了身后 射出蛛丝 借着急驰而来的火车 一脚就把马可踹飞出去 黑化后的蜘蛛侠打法极其凶寒 按着马可的头在火车上疯狂摩擦 少了半张脸的他借助沙子 很快又恢复过 但是在绝对的力量下 所有的技能都显得那么的花里胡哨 一记飞踢 马可被踹进了他 而此时的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超能力居然不能碰水 洞悉一切的彼得 直接一脚踢开除水管 双手用力一掰 巨大的水流瞬间将马可吞噬 一阵不甘的哀嚎中 马可变成一滩泥水被冲散 回到家后 彼得隐约感觉到这身战衣带来的变异 他赶忙脱下不敢走穿 另一边 独自一人的哈利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 看着他的照片 哈利如同触电一般 所有记忆全部回来 他想起了父亲的死 想起了对彼得的仇恨 一条攻心之际出现在脑海 他找到玛丽 以彼得的生命威胁他分手 为了彼得玛丽不得不照走 事后哈利又找到伤心的彼得 告诉他玛丽之所以会分手 其实是爱上了自己 看着哈利的邪魅笑容 彼得瞬间明白他已经恢复了记忆 怒火中烧的他再次穿上黑色战衣 看着阴冷的彼得 哈利丝毫没有危险莱琳的觉悟 还在出言挑衅 两人随即撕打在一起 虽然哈利注射过药剂 但依然不是黑化彼得的对手 几个照面下来 因为炸弹直接丢了过去 彼得躲过之后 蛛丝一拉 炸弹直接飞向哈利 走在街上的彼得 看到一张蜘蛛侠盗窃的照片 而作者正是自己的竞争对手爱迪 来到报社服部爱迪的苦苦哀求 彼得当众戳穿他的造假行为 得知真相的老板直接开除彼得 彼得也趁此成功上位 靠着毒液buff加成 彼得顺踪顺手 风骚的舞步 轻跳的眼神 整个人像是吃了旺仔牛逼桃 为了解解心口的闷气 彼得来到玛丽打工的酒吧 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 酒吧老板以为他还要搞事情 刚要轰他离开 没想到彼得瞬间动怒和保安牛打起来 想上前拉架的玛丽 却被彼得一巴掌扇倒在地 此刻的彼得终于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这身战衣控制了心智 他来到教堂中了 准备扯掉这身邪恶的皮囊 蜘蛛侠使出全力 想要扯掉这身毒液蜘蛛战衣 撕扯中彼得不小心碰到了挂钟 强烈的声波让毒液暴躁不安 借助终生的威胁 彼得成功摆脱了这个外星共生体 然而毒液又落到楼下 看热闹的艾迪身上 内心邪恶的艾迪似乎更合毒液的胃口 与此同时 被大水冲走的马可 在一处下水道再次化成人形 艾迪很快就找到了马可 两人都有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蜘蛛侠 他们达成共识决定联手除掉 连续两集被绑架的玛丽 这次没有意外又被绑架 毒液连人带车把他吊在大厦中间 地面则有强大的马可帮手 彼得深知两人的可怕 自己一人前往只有送死的份 他来到哈利家寻求帮助 哈利则露出炸毁的右脸 拒绝了彼得的请求 此时老管家过来告诉哈利 在帮父亲清理伤口的那晚 他的确是由自己的飞行器杀死 在万众期待下 蜘蛛侠终于赶到现场 还没等他和玛丽说两句话 就被埋伏在此的毒液一脚踹飞 露出真容的艾迪狂妄至极 不光实力强于彼得 甚至还复刻了他的超能力 彼得挣脱束缚 与他在空中打的女孩窝窝 但仅仅几个回合 就被艾迪一脚踹下高空 此时一辆货车正在下坠 直直朝着玛丽砸去 步步的危险 玛丽纵身一跃堪躲过 站起身的彼得想要上去救援 奇料脚下的泥沙开始不断流失 马可化成一个更加庞大的巨 彼得通过灵桥走位 躲过沙怪的攻击 眼看就要救下玛丽 毒液再次出现偷袭 彼得再次被踹了下去 刚刚站起身 又被毒液从背后死死泪住 马可举起千斤中的拳头 狠狠地砸向彼得 一拳接一拳的重击 就在他命悬一线时 一颗炸弹飞进沙怪的火 迟迟赶来的哈利一滑板先飞毒液 兵士前嫌的两兄弟开始配合作战 借助哈利的滑板 彼得一个飞灯抱住下坠的马力 反手一发蛛丝 总算是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面对强势的沙王马可 哈利反手几发高爆弹射出 沙怪轰然倒地支离破碎 另一边的彼得再次被毒液偷袭 凭借力量与速度的差距 毒液很快就把彼得打得拥头转起 就在这时两发飞镖射向毒液 哈利踩着滑板冲了不来 毒液灵巧躲过反手勾住滑板 哈利瞬间从空中跌落 伴随着钢管的落地声 毒液变得痛苦万分 看到这一幕彼得明白了 还没等他触烟提醒 毒液抱着滑板就飞了过来 看着好机友死在眼前 彼得奋力挣脱束缚 捡起地上的钢板 彼得射出蛛丝把艾迪拉了出来 狂暴的毒液还想反击 彼得拿起一个高爆炸弹就扔了过去 不忍放弃这来之不易的超能力 艾迪奋不顾身扑了过去 随着爆炸响起 艾迪与毒液化成了灰烬 这是初代蜘蛛侠的最后一幕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你最喜欢哪一代蜘蛛侠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